我純粹都是在現場看 台灣的年輕人就是在生我 小姐你再放下去你會便祕 就像跟那個小姐講 說關你屁事 結果說真的關我屁事 我就第二天就在你面前 弄黃瓜給你吃 炸紅和波給你吃 還跟你講免費 因為我真的關心你 那那條意思是什麼 以後在這裡煮水餃也是一樣 高麗菜都吃不完 那天要吃完水餃 拜託你那邊有五十欄 幫我上兩盤去 那邊有修車的 那個員工桃園來的 我都知認識他 結果他的薪水都兩萬多塊 你等一下送兩萬高麗菜給他 神經病怎麼這樣 人家拿著人家講 人家講笑耶 怎麼拿高麗菜來給我 然後就跟我講不用不用 一次去 兩次去 三次去 他說 你當真了 下次你去他叫你叫大哥 我們就敢把台北那個 很嚴格的界線怎樣 嫁了 我旁邊那個國家政策研究 我最喜歡你這樣 每個都博士 給他瞄一下 一下子送東西給他吃 搞兩次以後他就覺得 你是當真的 當真的什麼 當真的不再把人跟人的界線 看得那麼樣的西裝避體 人家在那裡想完 好臭屁 我也在那裡想 我也不要這樣臭屁 你不看我都割在土上洗菜 就這樣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大家回過頭來說 你這土地是給我們用的 空間是我們給我們解決 我們自己生活的問題 而不會真的 我在這裡就最明顯了 那個提示都長 我們來的第一個月 到第二個月 我們收九張法刀 收九張法刀 每張法刀要發 我收九張 到現在我們賣什麼菜 在樓下放的滿滿的 人家在旁邊光了 走到我們媽媽 沒事 然後鄰居還來問 你現在在賣這個 你在弄什麼 這個事情我覺得有意思了 原本的那個情況 典型的台北的生活 你不要給我換掉 這明明就是停車的地方 你怎麼可以把 你什麼在家具是你家的事 你怎麼可以放在哪裡 因為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把家具載回去載去 現在別人會接受 我們自己還是要克制 然後菜來半夜 百道馬路去 全部都是菜 人家也沒講話 人家知道你在幹什麼 那這個也會讓 就是我自己也想這樣講說 現在台灣的問題 就是要這樣改觀 你說你的台外 就沒有公共的地方 沒有公共的地方 你看我我看你 SEVE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過全家 真的進去SEVEN裡面跟 欸店長 我今天幫你加菜 你那個烤地瓜 我們裡面都幫你放南瓜 然後就在門口幫他宣布 今天下午只要在這一家店買飲料 超過三十五塊 就送你一顆烤南瓜 我就真的這樣做 那店長就想 哇你是說這麼大的店 我們就做給他看 然後店長也覺得高興 那事實上我們是透過他的店 在想進行我們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看到 那你這個年輕人是怎樣 那你去吃一個飯桶 一個飲料 用到我這樣吃 那你能夠跨過這些障礙 真的去做這種事情嗎 我覺得 我都試過死做 可以的可行的 那你如果常常不給我做 我在門口我弄 那弄完了要不要吃事 他跟我的事嗎 那我跟他能夠建立這種信任的事情 我對社會是有行動的能力 就像那個舉 九十六十秒的 你自己去舉 那自己拍照床拍給我 為什麼不可行 可行啊 紅蘿蔔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現在接下來就是 紅蘿蔔到三條十塊錢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那個炸紅蘿蔔汁 就變成很便宜 只是沒有工具 就沒有這個機會而已 然後那個紅蘿蔔一定比 五十蘭的飲料 好太多太多了 從哪裡來的 蛤 從哪裡來的 台灣現在 從台中到嘉義到高雄 都有 聰明啦 現在農民都知道 賣不掉的找黃蘿蔔 其實 其實現在也不用這樣 因為他只要盛產的東西 就會來 他會自動的來 相對的是我們有沒有發展出一種方法 來面對 那是當季 都 現在是沒辦法給你們吃 現在的紅蘿蔔 炸汁 你一喝就覺得他 你怎麼加了蜂蜜 那麼甜 那麼甜 可是我們的台北不方便啊 沒有那麼方便可以去迎接 我們自己物產的東西啊 學校有飲水機 學校也會在這個時候去設 就這樣啊 十台的貨啊 然後也不用人家交 那個紅蘿蔔就放在旁邊 因為它很便宜 然後我們 你看樓下都這樣 就設個錢筒 你自己炸 就告訴你三隻十塊 所以你炸一杯之後 你要投十塊 投二十塊都行 可是你投十塊 這個活動 就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這樣聽得懂是嗎 不是生吃的話 那個有沒有農藥殘留 那個跟黃瓜一樣 紅蘿蔔都是皮 可以消掉 那個動作 其實紅蘿蔔的幾乎沒有什麼農藥 這個很特別 尤其是冬季的這一段 很多都就是 跟大黃瓜一樣 大黃瓜你每邊擔心有沒有什麼農藥 因為你不是把皮 連皮裡面吃 你是消掉 小黃瓜就不一樣 小黃就不一樣 大黃瓜是不是這樣 那你 那個講現實就是 你到生命去看那個涼麵有沒有 你要面臨這個 紅蘿蔔絲跟那個黃瓜絲 是這樣 明明就崩盪了 就是莫名其妙 然後高麗菜的 台北火車站那個也是這樣 這不是以前的光明活動 我們去抗爭 所以你怎麼可以當季的素材 不當季使用 抗爭 那當變好人運動的時候 大哥 你給你老母 罐五千塊 五千塊 如果要買高麗菜買四十十五 那我們四十十五 就送給鐵路局 那這一天就算你媽媽請 全部搭火車的人的便當 加菜加兩倍 這樣 這樣聽得懂嗎 他想想有道理 他就出五千塊 大哥你要不要跟 所以他四月一號 你四月二號 他四月三號 結果我們可以這樣 整個假期 全部這樣 然後政府說 你一定是在推銷我賣高麗菜 我說不是 免費送給你 那你高麗菜有賭 我說我高麗菜跟你一樣 同一來源 國菜市場批發出來 不然你的菜不是 國菜市場比較出來 他如果是 你要不要照正常程序 把它洗 把它用掉 結果我們想做的是 類似像這種 就是不再像以前用抗爭的 或者用立法委員的做法 我後來想說 經理你也不要這樣 其實你也台灣人 你老母也不是一個政材 你老母人的政材 都不要想說 那時候用你老母的政材 對他台灣不是有幫助 還要買便當的人 還要多出一塊 他的菜可以增加三倍 因為那個菜 比你現在用的菜 還比較燙 還比較當季 結果他不要 不要我們就這樣 罵他 跟他吵架 就逼我們回到那個 光明的那個 那個 你休息一下 你自己醋有沒有喝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那個醋 因為真的很煩 這個 純敏這是什麼的 有機我再用 這是什麼的 花臉有機我再用 醋 對 花臉有機我再用醋 他 不好意思喔 龍舟大哥你先喝一下醋 因為我們的課程是 因為我們那個 雖然是在單色大 但是我們是外地來的 那我們課因為是在九點半結束 那我已經本來也預期啦 龍舟大哥是 為什麼說要來到好人會館這邊 因為他可以等到半夜十二點 沒有 那這邊裡面 目前他提供那個 那個318學運的那個 反服帽的那個已經搜了嘛 搜了裡面那個 今天是可以打肩喔 在這邊過夜 那但是大部分人是要回家 對 所以我們留個十幾分鐘 等一下 這是工商服務好不好 就是 等一下 Q&A Q&A之前我們先來個工商服務 因為那個好人會館很多人以為就是 是一個住宿的地方 那我常在報道裡面要解釋這一點 那事實上他這裡喔 你進來這裡你會有一個傳染病 很嚴重的傳染病 對 剛剛也講的 他就是想去辦法 讓好人 那你要去找好人 大家一起來幫忙變好人 好 那那個工商服務 因為我們好旅遊啊 或是採訪什麼 那最精采的就是在工商服務 好 那工商服務的話呢 就是那個 從樓下上來 還有看那個櫃子上面的每一個產品 他都有一個很棒的故事 好 那像比如說你看到那個葫蘆燈 那個是巴巴蜂在山區做的 然後有很多他手工的啦 什麼的啦 那我是建議大家喔 就是要善用媒體 龍舟大哥喔 一個這裡離我們那個 大概是要非常近 那沒事的時候 就來跟龍舟大哥串串門子 欸 他的那個腦袋真的是太靈光了 他總是有辦法讓你覺得 這個東西這麼簡單你就進路了 進路之後你想跑就也跑不掉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這裡幫忙的所有這個線啊 龍舟大哥現在其實已經有建議品牌了啦 就是自動有人也會 需要幫忙會支持他 那他喔 他是很難去跟人家收護的人啊 然後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腦筋動得非常快 所以他有很多那個 idea 他一貼出來都覺得說 這怎麼可能 可是真的每一次就是可以帶動大家 那 sanction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高淳明姐有交代我 這個工商服務先完成 因為我剛才說我有事要先走 我剛才還沒有走 這個呢就是剛剛 來考大家 現在好人會管賣最多的叫什麼 剛吃的那什麼吐司 紅蘿蔔 拍拍手 紅蘿蔔 他其實他又是 他那個好的菜餐 他也是故意然後就是 去找一些店 讓那些店他也可以去 付出了也許是他店裡面的 一角或是什麼然後他們 輾轉的就找到一個麵包店 那這個麵包店呢他就是 丟問題出來 丟問題出來這個紅蘿蔔我們可以 做什麼除了榨汁 做紅蘿蔔吐司你看搶光了 沒有關係我們這裡還有這個東西 就是有些時候做好事 也會做錯事就是今天 下單下錯了 下了四個蛋糕是不是 對 四個蛋糕 這個我是很想買啦 所以說 因為今天 這是今天出爐的蛋糕 四座版 四座版 這都是四座版 我是想買這個檸檬起司 那剩下有三個 烘昧著香春的 來香春 來香春剩一個 來 香春 都是起司蛋糕嗎 沒有沒有 檸檬起司 檸檬起司只有一個 檸檬起司只有一個 香春還有一個 那那個是什麼 這也是香春 這也是香春 這是home made的 其實這個 都是英國的地方 英國的地方 這個home made 就是說 那個 因為國情不同啊 然後再 兩個香春 country 英國 那是那個 不是那個香春啊 不是啦 香春 等一下工商服務 香春 多少錢 四百八 嗯 這個 母親節會賣 四百九 他是 原本做蛋糕的那個方法 來 香春還有一個 誰要 很好吃喔 阿威是那個 世界年糕賽 賣完了 賣完了我可以回去了 謝謝謝謝 大哥 我就是川面寫錯 那個 黑夜燈給大家看 然後哪一個 烏魯夜燈 烏魯夜燈 這是一個 也蠻好玩的 這個東西 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覺得 不是賣東西啦 就是說 像比如說 爸爸風塞 那整個過後 之後其實大人們是 就是意志非常消沉 對 那也有陸陸續續 聽到一些故事 那就是 榮頓大哥 他總是讓的 讓你可以 即便說 比如說高麗菜崩盤了 他總是可以提出很多 那天馬行空的idea 讓你覺得 哇 世界充滿希望 對 那所以說 你穿這個 他這樣350塊 真的哭魯 那以前我們就想 這個景多只能好看 可是事實上 當我們年紀變大的時候 就真的有用 你晚上你就要有一個夜燈 480 類似像這樣 這個 如果說我們沒有幫他 他就跟政府 申請經費以後 就在那個 大愛小林村裡面生產 然後政府就檢查 你跟政府申請的一個方案 總共政府補貼你可能300多萬 結果他說 那你一年賣掉多少 一年的總營業額 24萬 你就說那你這個案子行不通啊 賣不掉啊 於是不可以用這個方案來做 那這些媽媽們 已經工作了三年 從不會做到 種到雕刻 到開始把這個雕刻 變成這樣的東西 結果案子可能垮掉 那我們就想 我唯一能幫你的 就是把這個拿來賣啊 然後我們就拿來 就開始賣 每次出去展覽 或出去賣菜 就旁邊賣了一個燈 大哥 買個燈啊 大姐買個燈 就這樣 大概賣個五個 六個七個就這樣 業績有起色 結果碰到那個大戶 他說 他說他們老元宵節要點燈 點一盞燈 要跟信徒收一千塊 光明燈 那今年的光明燈呢 就是你一樣收一千塊 但是燈你可以載回家 他買了八百個 所以那個團體的業績 就增加了兩倍 今年的案子就順利通過 我覺得像這種事情 我做的時候很高興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人 買到便宜 就像我那個文具夾 那個意思也是一樣 他有買高麗菜 他跟他講說 大哥你做好的 買高麗菜 其實你也占到便宜 你相對變成是用 老實講是比較低的價錢 又買到那個 很新鮮的高麗菜 所以這個好運動 他很有趣 透過一個重新的那個 那個 那個線的建立 讓它的效率變高 然後其實參加的人 真的講起來 不見得是 大家有個做好事 就要付出比較多 反而他可以在裡面 也變成 大家在互相幫忙 這樣 今天好